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2023年6月29日 姜濤已經飛去日本了 其實今早早上是凌晨點幾的飛機 其實這件事基本上 大家在姜濤群組和Ancelo群組引發大戰 昨晚我看到很晚在姜濤群組逗留了很晚 我也很少的 因為現在想早點睡覺早點休息 但昨晚真的不行 因為太激烈了 姜濤就收到消息 說姜濤會飛日本 還要乘搭凌晨機 凌晨點幾鐘 我沒有特別查到可能點半 昨晚在群組裡大量叫人 快點去機場應援 我在那裡大約9點幾 10點幾已經收到這個消息 但那時候一度都考慮 究竟去不去好呢 因為之前完全沒有收過消息 然後有人問 你的消息是真的嗎 因為之前 待會我會說 有媒體報導 姜濤七一會參與一個香港慶回歸的活動 就說到遲層齊 不過之後才說 因為基於說去七一 就會出席這個慶回歸活動 所以如果你現在說去日本 那就是說去一至兩天 就要馬上回來 所以有很多人就不相信 當初在一個群組裡 大家都有一個聲音 就說 是不是放流料 玩我們的姜濤 然後就厲害了 然後在群組裡 真是奇人二線 即是姜濤 不要說奇人二線 姜濤的能人二線 真的特別多 因為他們都很坦白 他們說消息從哪裡散出來呢 就由Anson Lo的群組散發出來 就說Anson Lo今晚凌晨機 不是 即是今早凌晨機 即是昨晚 昨晚在群組裡說 今早凌晨機 嘩 時序都亂了 就說Anson Lo會去日本 而且跟姜濤 所以呢 一大晚 即不是一大清 昨晚可能八點幾 九點幾 整班神徒穿了粉紅色衣 已經在機場離境的位置 已經航起了架部 預備應援Anson Lo 後來就好像有證據 開始召集姜濤 去應援 去機場準備 當然高等仔也是不好 因為身體又不太好 即是100%恢復 所以我都沒有去 我都在不同群組裡 都有姜濤說會出席 結果去到那時候 即是我看回群組裡 去到那時候 已經看到一大班的神徒穿在粉紅色衣服 已經在離境的地區 已經航了架部 已經整好聲援什麼牌等等 準備應援 以他們的描述 就說是小姜濤 小姜濤 後來當然有很多發展的片 或者新聞 有說出來 我們就看片 有幾樣東西看得到 不如首先說一下 姜濤的情況 因為這次出發 我自己覺得都略嫌神秘 因為我在各大的姜濤群組 甚至我有加入的Anson Lo 的群組 因為我都要看著其他群組 其實所有群組都有參加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消息 到昨晚晚上八點多才開始出這些消息 我亦都不是在Anson Lo群組得知 我就是在姜濤群組得知 我當中都是半送半夜 因為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消息體系 都是沒有這些消息的 然後就一直等 到今天凌晨 就相繼的影片出 其實最主要就是Viu1 自己官方的Youtube頻道釋放 他拍到在離境大堂 有最主要兩大群的人 當然是姜濤和神徒去應援 那這個長片呢 就有秩序的 有秩序的 但是如果 我真的沒有在場去 我離身 我就這樣看這些片 雖然我自己姜濤 我自己覺得 人數上 神徒那邊是比較多的 當然了 如果在消息發放之中 其實神徒那邊 其實是比我們姜濤 知得知的消息 也有群組裡面說 為什麼這個消息會洩漏出來呢 有群組的成員就說 當然是Anson Lo那邊 是Anson Lo自己去 告訴神徒 然後散了一些資料 到時候很多人去應援 做個聲勢 這樣在群組 這個不語自平 我也不知道 也沒辦法face-check 有些群組成員就說 其實姜濤一直以來 在這個時間都是很虧的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姜濤其實不是一個 在這些爭名奪利的行動上 是很積極的 姜濤也都 如果我們自己做得久 姜濤也都知道 姜濤其實不會主動去散發這些消息 反而有很多次的活動 發現其實Anson Lo 或者叫做神徒那邊 知道的消息是更快 那就引起別人的猜疑 就說 喂 你有什麼理由 我哪會知道這麼多 除非你是裡面view 或者Makerview的工作人員 如果不是 會不會都是Anson Lo自己散消息呢 這個我不知道 所以 劉登仔也都不能夠評論 因為也都沒有任何實質證據 除非突然有個神徒 跳出來就說 是啊 每次都是Anson Lo爆料給我們的 這樣就不同 所以就形成到昨晚 你看很多的片 我相信不是 這樣說 你說看其他傳媒機構拍的片 不能夠作種 你說他們偏頗都有 但你看Viu自己自家的很多片段 我都看到神徒那邊的人數是多很多的 那 不太多很多 總之多一點 多一點 因為我數不到 很多鏡頭Pan出來 都是 姜糖是少一點的 也不奇怪的 昨晚因為我們 現在在這個年代 消息是最重要的 你讓人們早幾個小時就是幾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是一個小時 你給人們早些時間 準備的方式是不同的 即是如果姜糖可能準備多兩三個小時前資的話 其實是會多些時間 或者給人們多些安排 可以出席到 那 當然這個就是後話 之後的活動 我們怎樣去給人早些消息 真的要靠大家的資訊網絡 這樣 我自信 雖然我都不是說收到100% 還有我都不可以說 我這條頻道是 是 是有一些消息是被人優先 但是我都會 即是幫著各大的消息渠道 如果有些很重要的信息 我都會發放 那 昨晚就 就 安生路和姜濤出現 這樣 其實呢 其實呢 近來最流行的一個話題 當然是 姜濤呢 就整身一隻腳 這樣 這樣就要 搶拐杖 那 大家呢 就 甚至姜糖都很擔心 這次飛去日本 究竟搞什麼呢 你腳傷 公司都還安排你去日本 有什麼這麼重要的工作 是非去不可呢 這樣 整個過程 我們都看到呢 姜濤呢 步入機場的時候 是沒有 搶拐杖的 沒有搶拐杖呢 而且呢 其實那個步驢呢 我看到是少少 如果我觀察 沒錯 我這個 我這個 老花眼 是吧 即是有刺的 姜濤是有刺的 很證明他的腳是傷 也都是未復原 我之前都說到 一個腳傷要復原 的時間呢 即是不是三五七日 這麼簡單 大家雙腳就知道了 你沒有回一頭半個月 我也有膽敢說 即是我看到他 按一下按一下 我想就算他回復得多快 都需要時間 這樣 他都按一下按一下 這樣 中途呢 基本上他們兩個 是沒有接到任何應援物的 那當然很多人呢 就去 去 嘗試給他們 但是他們沒有接 就匆匆就上機 這樣 那我想他們都關乎 一些粉絲的 喂 大哥 凌晨 兩點 還在機場 送完機 可能甚至 有些粉絲 就 要看他們的機器飛 才肯走 分分鐘 即是 早上早 都才回到家 這樣 可能他們都不想 過時間 擾養太久 這樣 那 一去到機場 都 打 聲招呼 這樣說OK 那姜濤 那姜濤呢 就做了一個手勢 的 在相機之前 那他到達那時候 那就是 大家都 叫啦 這樣 那 其實呢 姜濤 就做了一個手勢 OK的 OK的 那就是 我想他的意思 即如果以我認識了姜濤 那麼多年 我想他的意思 就是 就是 說著 沒有問題 即是 大家放心 即是我想 可能他都知道了 即是因為就算他最近腳伤的 不同的消息 的新聞 我想大家 姜濤都非常擔心 那可能他藉著這個畫面 就跟大家說 一切沒有問題 但是 其實我覺得 不是 沒有問題 即是 都是需要休息 但是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個工作安排是怎樣 即是 什麼事這麼重要 到要飛去日本呢 是不是 喂 你腳伤 是不是 我覺得老實說 一句 作為你的僱員 即是這麼說 作為你Marketville的僱員 去腳伤 那都應該有時間休息一下 請一兩日 三四日假 都要 大家做過事都知道 即是如果你工作期間 弄傷的 那就工傷 工傷放假就很正常 但是 唉 當然這個情況又 很難套在姜濤身上 因為 我昨天都說 沒有人可以代替到姜濤的位置 即是有很多事情 是要姜濤做才行 譬如有廣告商 我 就 跟Makerville說了 簽約問題 一定要找姜濤去做 那就真的沒辦法了 難道找人戴個面具 去假扮姜濤去做嗎 那 那一定沒有的 這樣 所以可能 可能真的做藝人和打工 即是 他不能休息 對吧 不能休息 不過我還是說一句 始終還是要 休息 你的腳 你看他靠靠靠靠靠 我相信都 都痛 我相信他都應該要吃止痛藥才上機 對吧 還有你見到他都沒怎麼出聲 做過手勢 我覺得他都是不舒服的 這樣 但是 這些憂心都沒辦法 我們姜濤一向都是 就是面對很多挑戰 不過我相信 姜濤和我們一起都會面對 和跨越到這個挑戰 都沒問題 那 整個流程就是 這樣去入機 這樣 之後都有一些小插曲 在Google那裡share 後來都說到 他們離場的時候 神圖那群狗狗 就不肯離場 這樣 然後姜濤本來想走 然後 當然你知道的 消息這件事有時候很難說 可能突然有人說 會不會他們還有MIRROR成員 或者可能突然姜濤不去 即在場 總之很多匪夷所思的聲音 的消息 所以最後那些粉絲都抖流了一段時間 都沒走 有些人又折返 總之我相當之辛苦 我替他們 即使我自己姜濤也好 我也覺得替兩邊辛苦 其實老實說 作為一個人 應該要這樣關懷太人 就是姜濤教 是吧 這件事上 剛剛說到 究竟在消息的來源上 是否姜濤比較信息呢 如果不跟姜濤群組裡面說 就真是說 如果神圖那邊的消息 很多次都比姜濤快快的話 我想在消息收集方面 我們自己姜濤也要想想辦法 如何讓人盡快去收集 但當然有很多方式 我當然這條頻道 就很正路 對不對 不會教別人一些走天鋒的方法 我覺得會不會有機會 即是這麼說 會不會有機會 有些人就在這個 不過我相信也有做的了 因為今次在群組裡面也有人說 其實他們是在Anson Lo的神圖群組回來 即是說 有些姜濤其實是加入了Anson Lo的群組裡面 就是叫做收敵人的風 當然高登仔也有這樣的 我不是單止Anson Lo 其實MIRROR十二子的所有群組我都有進去 我也有解釋 這只是單純一個消息收集 但縱使是我這樣 都在這次姜濤飛日本的消息裡 我也稍稍延遲去知道 稍稍延遲去知道 就未必這麼快 反而有其他人在不同的群組裡 趕了出來 甚至叫做 要多些姜濤馬上飛去機場 就作應援 我相信目的也是 叫做不要輸個勢給人 這樣 當然我覺得也對 大家這樣想也對 為什麼呢 又說回之前追溯到 有一次也有很大的迴響 說回今年大阪沙灘演唱會回來的時候 即是他們完成了大阪演唱會 然後飛回來 在摺機的位置 發現很多其他粉絲 包括Anson Lo那群 Edan那群和Jer那群 Jer都是少的 但少得一個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姜濤的數目 姜濤的數目 那我一次也都 在寥寥可數的鏡頭之下 看到姜濤 就好像真是 即是這樣說 即是很少人數 那我一次也覺得很驚訝 我們的人數是低 所以後來引致到 在不同的群組 或者不同的群組 都說了 即是要檢討 要檢討就說 為何這次的摺機行動 會這麼信息於人呢 消息散發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可能就是因為 我一次這樣的引爆點 有一些姜濤 就加入了其他陣型的群組 即是不是加入 即是去了別人的群組 就開始收風 收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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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了解別人的消息 就好像我們以前 打仗一樣 消息就是勝利的關鍵 你給別人知道 一個小時已經有一個小時的優勢 這次很明顯 在送機的過程中 就充分體驗到這個策略 給別人優先 這次神圖 給別人優先了幾個小時 知道了已經去送機部署好了 是吧 但是姜濤後來在這些群組裡散發出來才知道 那就 稍稍略為這次遲了 不過 你問一下 我自己覺得 在這次的事件 姜濤呢 是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就是起碼由不知變知 由知就立刻拆動一個送機的活動 立刻吹雞就去機場 去機場就準備這個送機的應援活動 這樣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改進 也是我很欣賞自己姜濤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看到姜濤呢 是不斷與時並進 以及因應時勢去改變自己的策略 因應這個進步 我覺得這次我是要讚姜濤的 在我們 因為 起碼我們知道 姜濤不會就這些消息 去真的說給我們知道 因為我想 可能也是順手一個承諾 就是不要說一些公司的行程出來 就是 其實當然也有很多問題的 這樣 這樣 但是 我想我們也要尊重姜濤的一些意願 這樣 所以我想就此 今次這個姜濤凌晨非日本這個事件 在姜濤群組 叫人去幫忙 我們也看到姜濤的腳傷情況 以及他的近況是怎樣 他也都說了OK 以及我們看到各姜濤的進步 以及對於消息收集的改進 引致到今次我們的很大的進步 所以這次真的要給姜濤 以及我自己 雖然我沒有去的 我沒有去機場做應援 因為真的不行 身體不行 以及時間不行 所以 都很感謝 今早凌晨 大家到場送姜濤的姜濤 希望下次我們再進步一點 怎麼樣 好嗎 好了 另外一則新聞 又是要說回姜濤和家人去旅行的情況 因為今次很生氣 聽高登仔這條頻道 一直高登仔都很少提一些獨堂group 什麼叫獨堂group 如果聽我的頻道 我一直都沒有提這個 因為我不想幫他們做宣傳 因為我們自己都知道 我們有很多姜濤group 姜濤group 應援group 很多很多 我想大家都有加不少 但是一直以來 其實還有一些獨堂group 什麼叫獨堂group 在這些group裡面 他們就是一些充滿了負能量 一大班人 當然有些haters 或者是對家的fans 對家的可能包括很多人 不知道 總之是一班對於姜濤 恨之入骨的人 這些group 其實是 如果你作為姜濤 你入到這些group 是非常之不舒服的 你們聽他們的 而且也是很負能量 但其實高登仔一直有在這些group 去收集消息 否則我怎會知道這麼多東西呢 當然 老實說一句 這些獨堂group 雖然他們說是以一個攻擊僵徒和黑僵徒的一些作為 但其實他們有一些資訊 對於防範他們是非常之有用的 譬如今次 今次 在一些獨堂group 今次散發了一些消息 而且 而且是被一些傳統傳媒引用了 話說 前兩天 其實一直高登仔都沒有特別去意會這些 因為通常都是 不是通常 基本上都是假的 有些消息 標題就說叫做獨堂心碎 即是他們會描述我們姜濤叫獨堂 或者叫姜濤 獨堂心碎 那就是姜澳家族旅行 以此Lidia同行 Lidia就是姜濤的化妝師 或者是幾個MIRROR的化妝師 其實她的意思是 下面很多留言當然是很難聽 我就不引述了 我的難聽我想大家都估計得到 這個消息就說 今次姜濤 其實就說表面上 跟家人 媽媽 姨媽姑爹 其實不是姨媽姑爹 總之三個人去旅行 其實就說 當中Lidia 有跟她一起去的 即是也暗示姜濤和Lidia 去拍拖 當然這些是獨堂群組 其實你看到這些 其實一天 真是無日無知 這些題目在這些群組裡 當然有些 都要讚嘆一句 他們的想像力 是非常之誇張 你都不想到這些題目 現在好像在一些 YouTube頻道 好像假的娛樂新聞 這些獨堂群組是非常之多 當初我也沒有為意 直到 直到我看到一些 看到一些 傳媒 傳媒 就好像引用到它 這些傳媒 我不說是哪些傳媒 可能是傳統傳媒 或者是網絡傳媒 有引用這些 也有一些 姜濤群組 又有反應 有些姜濤群組 就直接把這些 分享出來 就說 為了破壞姜濤的聲譽 他們可以去到幾次 他們是在說些 Haters 甚至是對家的粉絲 因為在這些獨堂群組裡 其實有很多這些 納納納納納的人 亦都被我們自己姜濤為之 他們這些就是 為非作歹 神經癲腦 老屈姜濤 這個就是一個 老屈姜濤的新聞 但是最危險的一件事 就是說 在現在 一個既然如此 資訊氾濫的年代 傳媒朋友其實 要去收集 或者知道姜濤的消息 其實並不難 但是你看到一些傳媒 會偏順於 或者在這些獨堂群組裡 拿一些資訊出來 其實老實說 是完全未經證實 對不對 當然 裡面的消息是很juicy 很有趣的 對於傳媒朋友 他們在裡面 是拿很多這些資訊 在這裡做新聞 一定是可以 catch up眼球的 但是當然我們自己 從姜濤來說 就看得非常之不開心 以及非常之 非常之 叫做怎樣說呢 非常之 想作嘔 就是我覺得誇 那些說句 那 他當中 甚至找到一些 叫做相片 即是在這些獨堂群 相片裡面 就說 勸著一些相片 這個就是Lidia 哪個開機 就是Lidia 是不是 我們看看姜濤後面的身影 那顆 那顆人 那顆 就是女生 跟姜濤一起去旅行 就是這樣 最慘的一件事 就是 在群組裡面 有很多人 就蹲蹲下島 就看到這些 報導 就真的 他們已經當是100%信 當是100%信 那 和應 就說 哇 姜濤這些 真的 表面上 就扮純情 抵擂 就 什麼什麼不堪 那就 免得說 大家聽到也很容易 那 當然我是 受到這些假消息 但你沒辦法 你不看著它 其實有幾次 的攻擊 幾次haters的攻擊 其實都是由這些獨堂 看到那些消息 你是推測到它進一步行動 而高登仔 亦都分析到 他們下一步的行動 是 有些是阻止得到的 所以 你不要 雖然是辛苦 就是 看著他們有些 這樣的言論 就是作為一個姜濤 你看到這些 這樣的 整天的負面消息 是很辛苦 其實我懷疑 我病的原因 都是看得這些 負面資訊多 但是 有時候都 不得不承認 有時候 你看這些資訊 其實可以防範於美然 你會看到 一些套路 你會看到 一些haters的套路 就是說 你會看到 下一步 可能要做些什麼 去攻擊姜濤 你是看到一些端泥 在這些獨堂group 他們會顯示 一些行動訊息 或者一些行動綱領出來 所以 有很多時候 就可以預早一步 知道他們的目標 所以 有時候 很多 我的聽眾 觀眾 就說 為什麼高中仔 會知道 這麼多 haters的 一些心路歷程 或者消息 這樣 因為我也是有 看著這些group 所以其實 老實說 我 其實是一個 姜濤的 資訊中心 除了他的 好好的成績表 之外 還有 其實 他的 就算是 不好消息 或者假消息 其實 都有 在我的系統 都知道 所以 我們會被人 更進一步 去知道 這個 即是 沒辦法的 在現在 這個 情況之下 你 除了要 鞏固 自己 姜濤 的 一個 齊心 以及 鞏固 姜濤的 實力之外 還有 每一天 都要做姜母 之外 其實還要 防範於微然 你還要 防範 對家的攻擊 有很多人說 很辛苦 是不是 我做姜濤 都是想著追星 去 去 愛姜濤 去 令自己開心 其實都行 所以沒問題 所以高登仔 就幫你們做 沒問題的 那 即是 去到今時今日 你就看回 其實今年 都有幾宗 很嚴重的攻擊事件 譬如說 年初 那個 刺激樂壇 的 頒獎典禮 姜濤唱鏡中鏡 後來被 HATERS 海嘯式攻擊 那一次也是 姜濤 吸取 很大量的教訓 是 有一個反思能力 之後 都防範了很多次的突襲 那 當然 另外一次 一個經驗收集 就是姜濤 翻唱哥哥的追 翻唱哥哥的追 亦都被傳媒抹黑 那我次也是 有些措手不及 當然 姜濤自己出來擺平了 即是澄清了 所以 今年 就算說這兩件事件 可想而知 其實這些攻擊 是無人無知 所以 其實 其中一個姜濤 我自己覺得 如果大家覺得OK 其實你們都要 摸一摸這些 HATERS的group 甚至他們叫做毒糖group 其實很簡單 你們在各大 TG Whatsapp 或者Facebook 打那些薑毒糖 有很多這些group加入 那 譬如英文它都有 其實說不說好 其實也有些 叫做什麼 Poinsonsuga 430那些 而且每個字都是 直指姜濤的 430 但是也不要緊 我想這些就是 大家是 取捨 可以去 又可以不去 但是 大家怎樣取捨 高登仔 都會為大家而做 放心 所以 我想這條頻道 有價值的地方 就是 我想是一個綜合 所以跟我的題目一樣 每天 姜濤的綜合新聞報道 就是說 有關姜濤的所有消息 你就可以在我這條頻道得知 我也不是說一個 要做到的頻道 是特別 憎恨 haters 或者是憎恨 他的隊友 或者是 叫做 只是一味 講好事 的頻道 就是我希望 做到這些信息 這些頻道 就去幫到 一大阪的姜濤 去 鞏固 他們的消息 來源 我想有很多事情 是需要有人去整理 就是我們 其實 說真的 高登仔其實 正在做一些 dirty work的事情 有一點點 都不是說 做下去都很開心 做下去不開心 但是anyway 我自己都是希望 都是一句 支持到姜濤 支持到大家 姜濤 所以高登仔 對你們的支持 你們都要支持姜濤 都是要支持高登仔 我們才可以風雨不改 繼續走下去 無可取代 這樣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消息 我在影片當中 都說到 姜濤 有消息說 姜濤 就會出席 今年七一 慶回歸晚會 這樣就說 香港的代表就是姜濤 這樣就在內地的代表就是 笑戰和王一博 這樣 這個消息 就出現在若干 即幾份傳統傳媒的報導裡面 昨天也有很多這些報導 也都在不同的群組裡面 有談過這個問題 其實有幾個層面是值得說的 第一件事就是消息來源 就著這件事 高登仔就很有興趣 究竟怎麼會知道 七一慶回歸的名單呢 其實這些傳統傳媒 它也不是真正的消息 或者官方來源 跟著高登仔就在這裡查 在這裡看回全部的前文後理 內容 就發覺原來他們 全部就出自一個 內地串流網站的一個消息 就是說七一慶回歸的出席名單 當然這個消息就是國內的串流平台散貨出來 他就說每一年 即是香港七一回歸的時候 就有很多慶祝活檔 其中一個綜藝重頭節目 七一回歸晚會 就會邀請到兩地不同的明星 即是香港 今年就有消息 就會由這個人氣王姜濤出席代表 而這個內地也都會派出這個 超戰和王一博來香港演出 三個頂尖兩地的歌手就會同框演出 我怎樣去查都知道 因為他用得同框演出這個字眼 很明顯就是在內地串流網站拿出來 結果高登仔也不需要浪費太大氣力了 就去一些內地網站看了 原來這些消息就出現了 然後就叫做 原來已經是 他就說消息就說 超戰和王一博 在昨天已經來了香港 擔任這個灣區聲明月 2023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表演嘉賓 然後就傳說他們不單止出席這個音樂晚會 而且是逗留到七一慶回歸的晚會 而當中姜濤也被邀請在晚會演出 那就有趣了 高登仔就是對比所有消息了 而且在今早的凌晨 姜濤是上了飛機的 29日 我當他幾天呢 當他一天嗎 即是說他明晚回來 因為如果他真的出席這個聽回歸 不會說7月1日早早 到 ó ilo 早上早早早早早早早也要是差不多中午才到香港 然後叫 陲。 我還記得 我也不知道 如果是我錯了 大家可以指證 我記得日本回香港 沒有凌晨機的 就是他最早都要在中午 但如果在中午才備戰7andy妹妹 即是说明天就会回来,30日 我又觉得稍稍不合理 所以接着我一路追一些post 又证实了高登仔的推理 有机会说姜濤不会出席过七一庆回归 即是说内地串流网站的消息也是流 所以真的很有趣 究竟最后出现了什么的景象呢 现在这个四度很有趣 你说消息有很多 也有很多汁 你刚刚说的消息 姜濤跟她化妆师去澳洲旅行这个消息 即是这个假消息 如果不是姜濤 你可能会相信 也是非常汁 一个男神 直着自己方便 跟自己的化妆师去暢游日本 即是一个风流快活 当然还有很多很难听的事 我免得说 但是当时很珠说 这个消息其实也是很有趣 但我想诚信 我不知道 如果照看前文后礼的日子时间 我觉得是很难 即是要说姜濤在日本逗留不够24小时 又要飞回来 喂 你快极了 一程日本机都要四个小时吧 哇 那他不是真的好辛苦 对不对 所以我不知道 当然我现在都不敢说 即是我现在都不敢说 姜濤是否一定会出现 或者不会出现七一会 因为现在在这个年代是想不到的 但是我觉得 你问高登仔 我信一个数据分析和逻辑推理的话 我觉得他出席的机会是不大 因为是真的太辛苦 和我的时间配合得太差 怎会这么密集呢 是吧 即是说 譬如你自己打工 是说你今天老闆叫你 隨便 譬如可能叫你去法国 去帮我去谈一间生意 但是后天我在公司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会 是不是 要见CEO去present一个很重大的计划 那就是这样 那你说死不死 如果你接到这样的 哇 我非不发觉 然后回来要对CEOpresent 那不是说不行 但是呢 姜濤现在又脚伤又盛 我觉得真的太过夸张 所以我不知道 我也要看看是否 慶回归节目的时候有姜濤 就拭目以待 但是因为这个消息 散发出来 就有一个传统传媒 是吧 我都说出来 还是不要说 那就算了 废话 现在我们这条频道 要守行为30天 是吧 废话 那 有一篇报导 就说回这个七一庆回归 那就 当然又说姜濤是会出席 那同框呢 就跟 啊 超战 是吧 和黄一博 那样 那在下面的注文 他说完了之后呢 注文就说回了 诶 除了这个废话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议题呢 就说呢 这个消息是来自 内地的串流网站 我跟大家说到 而这些内地网站 散发了消息出来呢 就 非常之多的热议 这个是这篇报导说的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再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么多人热议 其实我也是 关心姜濤出席七一废话 我也有点质疑 但是他是这样报导 他就说 另一 争议的话题 是 据消息来源指 当中出席的艺人 是包括香港的顶流偶像姜濤 对于超战与姜濤同台一时呢 台字都写错 唉 继续读了 于内地 引起一阵热议 大部分人 都是拥护超战 贬低姜濤 有网民表示 现在香港人的审美 那么差了吗 姜濤一个肥仔 人气那么高 更有网民回带历代说声 这个由头满面 肥头大耳的肥仔 是香港顶流啊 我们八十年代的顶流 是刘德华 古天乐 謝霆锋 现在零零后的审美眼光 真是不懂啊 对于香港演艺圈 认识不深的内地网民 一律以肥仔 称呼姜濤 那么 论之牌背 2018年才出道 比超战年轻六岁的姜濤 硬张他与跳线 相提并论实在有些不公平 不过大家可以准备花生 汉汉两代顶流同关之说 能否成真 你听完这篇 即是其中一段 我读出来 当然还有上下的稿件 哇 看完真是把鬼火 对不对 你说消息就说消息 对不对 这篇报道 照我刚刚说的这些字眼 你自己上网 很容易找到 你就知道什么传媒去说 即是以后都不要看他 那 即是你说 就说 就说消息来源 说内地就说 盛传 姜濤 即是姜濤 就会出席 七一庆回归 跟超战和黄一博同 同场演出 那就算了 啊 跟着他还要 引述一些内地网民的评价 那当然这些内地网民的评价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或者可能一两个就发大来报道 那就不知道 但是他所采取的角度就是说 贬低姜濤 是吧 直着这些报道说香港的姜濤 顶流是肥仔 不合资格 是吧 这些你就看到一个报道的手法 是不是 表面上就说一个消息 暗藏就去说姜濤 去黑姜濤 这些叫做棉女针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你都难怪我们姜濤 这么生气 就说你报道就正正经经报道 是不是 你总是要找一些附题 一些内容加嫌加醋 去找一些机会去抹黑姜濤 笑姜濤 一些负面消息去说姜濤 这样 这个就令到别人非常之愤怒了 还有觉得究竟 哇 现在那些 即是 我告诉你 传统传媒堕落 或者一些传媒堕落 是 够由自取的 你 懂得看这些 这样的报道手法就知道 第一 是不是 找一些不 face track的资料 你们是传媒来的 是不是 高登仔不是传媒 就没得说 但是我 老实说 我都力求的 其实我都力求 每一单身 我都有去face track 和去找些资料内容 但是当然有很多没有 但是我又觉得 要share给大家听 我就说 因为我都不是一个传媒 是不是 我只是一个姜濤 衰点说一句 loving 我是lowbody 是不是 但是 你作为传媒的话 你采出的角度去报这一单 出席庆回归的新闻 姜濤押出席庆回归 你还要去加一些报道 或者资料去笑姜濤的资料 去黑姜濤的资料 很生气 对不对 我经常觉得姜濤 其实是有没有得罪过你的传媒呢 其实以我的认知 姜濤是没有得罪过任何传媒的 他对很多传媒都是 传媒要答什么 要问什么 要问什么 姜濤就答什么 是完全没有拖过手持的 一直以来 是不是 当然 背后说 有一些人说姜濤影响一些人的前程 所以就去直着这些传媒机构去攻击 亦都不难理解 亦都不难理解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也不是一间传媒机构这样做 即是说现在有数间传媒机构都是这样做 我又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很生气 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这个报道就是这样 那我当然 即是你问我高登仔 对于这个姜濤的所有参与的活动 我自己都会是支持的 即是总之姜濤有份宣传 有份参与的活动 高登仔都会全力支持 只要姜濤觉得开心就可以了 至于你说他是不是最终 出席不出席都没所谓 是不是 你出席我一定看的 是不是 那你不出席的 那我觉得你可能有别的事情做 但我觉得看回时间性上 即时间的逻辑推理上 我觉得应该出席的机会不大 没可能这么辛苦 但当然可能 即是这个世界 都是未发生也有它的可能性 可能高登仔这次又跌过眼 姜濤真的大伤上阵 是吧 去完日本快闪日本 接着又立即出席回归晚会活动 亦都不出席 但是我当然就 关心他的身体状况 多过他的成绩 对不对 总之只要姜濤的脚好得很好 休养得好身体健康 那我就开心了 就是这样 好了 另外一单 真的太多了 我都要看看 究竟跟大家说哪一单 即是比较重要 这一单比较重要 最近就在不同群组里面 都有人说 即是叫大家 叫大家去KKBOSS那里应援 接着就说 KKBOSS是要应援 究竟发生什么事 其实老实说一句 因为之前在高登仔 在不同的影片都说到 即是KKBOSS在姜濤的新歌 Dummy来说 经常被其他人追过 甚至KKBOSS在一些层面上 在姜濤这首Dummy这首新歌 经常处于一个劣势的阶段 在群组里面 当然出了一些消息 姜濤都都很齐心 很好 就直接说去KKBOSS那里聂 但是 高登仔仔仔仔仔仔仔看一件事 就发现了一些很谋了误, 因为高登仔仔没有讨的 希望去KKBOSS 我自己都去耆 有上有落的時候就被其他歌爬頭 出現了很多動盪的指數 今天又升一級 明天又跌兩級 後天又升一級 明天又跌兩級 姜濤這首新歌的排位出現了票數很上很下 然後我自己也翻查其他的數據消息 發現其他不同的串流媒體 甚至是不同的點數排名 其實姜濤的Dummy這首歌其實在其他層面都很穩定地在頭一位 甚至是第二位 他不會以日來講 上上落落上上落落的 但是KKBOSS就很有趣了 看到群組基本上是每天 基本上每天都會去說快點去KKBOSS增援 快點去聽 很有趣了 我已經看過不下數十次了 這些叫救援Post 這些救援Post不下數十次 叫大家去KKBOSS聽姜濤這首Dummy 出現了一兩次 高登仔都覺得可能真的要 但是當它出現了很多次之後 我就開始慢慢去看回KKBOSS的數據 大家都知道其實高登仔在看數據 是有 報給大家聽是有篩選的 你知道我很少 甚至幾乎是沒有報報KKBOSS 有很多網民在姜濤那裡就開始講一個議題 就說KKBOSS基本上不是姜濤的粉絲陣營 甚至是說 它是一個神徒的陣營裡面 因為裡面講到 因為現在KKBOSS已經上榜一個月了 Dummy在KKBOSS上榜一個月了 所以在聽的次數已經開始有限制了 即是如果一天你聽過某一個數目 聽得多的某一個數目 就不會算的了 開始 那麼高登仔都不知道 這件事其實我真的沒有太大留意 如果這件事是熟實的話 那姜濤的Dummy一定是下滑得很重要的 就是將會 就算你每一天可以 即是他這樣說 他傳說每天只可以聽十次 十次以外是不會計算到點擊數裡面 KKBOSS 那我姑且相信他 喂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麼 一個姜濤 每天最多還沒聽十次 即如果是限制的話 其實接下來在Dummy的成績表 在KKBOSS上面 一定會下滑得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相對他之後還有兩首新歌 一首就是Anson Lo的 我也不記得了 那首什麼歌 我也不記得了 即是選擇性失憶 另一首就是MIRROR的團歌 藍團的歌 She 我記得了 那這兩首歌 暫時未夠一個月 就沒有限制 那那那些 他的聽眾 鏡粉也好 神徒也好 那就湧進去聽 那就鼓起整個點擊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照這些理論 或者一些計算方法 其實都不出 不難 即是不難去估計 姜濤這首Dummy 一定會下滑得很重要 在Dummy 在KKBOSS這個制度 所以我都奉勸大家 即是我也奉勸大家 其實KKBOSS是會失手的 KKBOSS會失手的 即是如果在這樣的制度之下 所以我自己覺得 即是如果在這些各大的群組裡面 再叫大家神徒 即是叫大家槍堂 去玩增加KKBOSS的點擊 其實意義不大 所以我覺得 那些姜濤就反而 用你們的心思心力 就在其他的存留頻道 去努力去聽 其實有很多平台 都可以大家 去Apple Music也好 去Spotify 特別是Spotify Spotify其實都相當之好的 在姜濤的成績裡面 它反映到姜濤的成績是很好的 那 Youtube 雖然大家都說夠病 Youtube那個 Dummy那個成績 有時候上下 但是 我又明白的 我又明白的 因為 為什麼明白 因為 高登仔的頻道 經常被人攻擊 被一些Haters 在近幾個月 那 一攻擊 Youtube就有反應 所以正正就說 我這些小頻道 都被人搞成這樣 姜濤的Dummy 這麼受歡迎 這麼多Haters 他們一定會 走著這首歌 去作出瘋狂的攻擊 所以 這些上上落落 就是證明 其實有人在攻擊 有人在攻擊 Dummy這個MV 所以引發到 其實人工智能也好 或者是Youtube的職員也好 他們都會去 真的要迫著去審視 因為 有一些這樣的攻擊 投訴 始終都要做事 是吧 帳面上 所以 也不出奇 對於這些 攻擊 所以我自己也是 奉勸一下大家 姜濤 大家來定每一天自己的僵務 而就著KKBOX這段時間 我覺得大家可以稍稍放輕 稍稍放輕 因為失手是很大機會 很大機會 與其我們經常用力去做KKBOX的聽 那倒不如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去做 是吧 比如去Youtube Google 選擇姜濤的東西去搜尋 是吧 去Youtube聽 這個 Dummy的MV 因為他現在 我們現在向著超過500萬的目標進化 那當然有很多事情去做 所以大家努力 大家努力 高等仔都會努力 繼續每一天 就收集姜濤的不同消息 去給大家 繼續去 應該怎樣去支持姜濤是最好呢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 記得支持姜濤 支持本頻道 就是 我們接下來 去到整個七月 這條頻道就會 就是一個過關 就是現在是一個審視期 所以很需要大家支持 每一段片 如果去一播的時候 六點和八點 就進來點擊了先 如果看的 看不到的不要緊 你稍後再看都可以 你進來點擊了 分享了或者是留一個言 給個心心給個笑容都ok的了 如果可以的話 你在那個超級感謝超級留言 最少個項目都可以的了 一兩毫子都ok的 這樣你就是一個 叫做一兩毫子也好 一兩元也好 這樣就叫做超級感謝超級留言 給高登仔有些正面數據 就去儲回一些本錢 就令到本頻道更加安全 不要被別人殲滅 如果真的有兩手準備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我的後備頻道的話 就是這個畫面 有一個紫色 顏色掛著最右邊的QR Code 就去點擊了 訂閱了先 如果萬一一本頻道搞不定 就是被別人消滅了的話 就去後備頻道那裏看 這樣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姜濤 繼續支持高登仔 我們會盡力為大家搜集 不同的資料和成績表 幫到姜濤 多少 得多少 好 今天的姜濤綜合新聞報道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聽收看 明天同樣時間 我們繼續姜濤綜合新聞報道 拜拜